婚姻线上有垂直线它有什么意义呢 是代表离婚吗 那么从左右手的角度来看 它的意义又是不一样 那么从这个婚姻线 垂直线上下是上是下 也是有不同的意义 我们说婚姻是人生重大的转折点 婚姻线也显示了跟此相关的各种信息 婚姻线它的数量 它的深度和长度 都是有重大的一些考虑的因素 但是在婚姻线当中呢 如果是在婚姻线上出现垂直线 那么当你结婚的时候 那么我们讲要往往能 希望能够得到这个伴侣的祝福 或者是婚姻的美满 但是现实情况并不顺利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 婚姻线上的垂直线的含义 如果出现一条垂直线呢 则表示由于某种原因 婚姻运势不佳 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伴侣 那么有可能跟恋人 或者是将要结婚的对象 会产生分歧 这种线里无法理解对方的境地 看来性格价值观的差异呢 会越来越明显 裂痕也会越来越深 又会出现这种出轨啊 婚外情啊 离婚的几率比较高 可能会因为不顺利 分手或者离婚 那么婚姻线 我们看 首先 从它的这个 从它的这个 不同的分类来看呢 我们看 首先它的婚姻线 是容易出现这种 一条的垂直线 有多条的垂直线 有可能是这样的 那么还有就是 从时间的角度 就是说啊 它从这个 小指根部 到感情线之间 分为 分为三 平均的分为这个 这个三段 那么平均的分为三段的话 就是有三条结婚线 比如有三条结婚线 那么就分成四等分 对于女性来讲 年龄的范围 是从下往上看 就是说 你感情线越近 是越年轻 越比小指越近 这个年纪越大 就是依次的四等分 就是分三段的话 依次是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三个阶段 如果是只有一条垂直线 根据它的位置来看 就是说 它这个 哪条结婚线上 哪条婚姻线上的垂直线 就对于女性的哪个年纪 好 我们看这个 如果只有一条竖线的话 是 这条竖线 就是垂直线 阻挡呢 婚姻的 这种充力比较大 阻力比较大 也成为障碍线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婚姻的意识 会低 会出现 跟婚姻相关的一些困难 如果是 问题不是很严重 那么可能还 有这个恢复 或者是 这个 改变改善的可能 如果是相当严重的话 它这个垂直线已经穿过了 或者是刺破了这个结婚线 那么问题就比较严重 如果当你处于恋爱的阶段 那么恋爱和婚姻之间呢 可能会出现某种 这个困难 就是从恋爱到结婚之间呢 会有很多问题 这条竖线呢 如果是突然出现 在这个阶段突然出现 我们说纹路会随着 这个自身的运势会发生变化 如果是说在结婚的当口 突然出现这条竖线 那么尽管之前没有 那么这也是代表当下 结婚之前会存在各种误会 在这种情况下 通过相互沟通和理解 来改善你们的关系 如果是婚姻现在 有很多条垂直线呢 表示呢缘分还没有到来 而且呢 没有遇到那个能够伴随你一生的人 即使现在正处于恋爱 也可能是这个将来会分手 即使是女婚人士呢 这个未来似乎也有分歧 就是说你结婚了之后呢 你的婚线上有多条垂直线 那么夫妻之间呢 会分手 并且呢 很难遇到这个真正的正面 那么婚线分左右手呢 如果是右手的话 我们说惯用手是右手 右手是代表后天 后天 当然是左撇子的话是相反的 如果是右手出现婚线 表示今后 就是说 这个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就是今后感情生活和婚线会出现问题 爱情和婚姻的机会变得稀缺 即使遇到某个人分手的可能性也比较大 有可能是你的生活环境 环境发生的变化 现在正处于很难恋爱 很难结婚的这种境界 一旦克服了这个问题 它的垂直线也会随着消失 你克服了当前的困境的话 你的婚姻线上的结婚线 这个垂直线会消失 假如左手 左手是代表先天表示 就是你之前的有这个感情或者婚姻方面的问题 如果是没有足够幸运的遇到某个人 那你的单相思可能会造成自己的心理创伤 如果是你的性格思维方式 生活环境改变呢 树线它也会消失 固有的原有的问题也会消失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将会有更多的机会认识某些人 甚至有可能找到幸福的关系和婚姻 就是这个闻路会随着发生变化 那么还有就是位置的不同 就是婚姻线下方出现垂直线 下方就是离小指离感情线更近的一方 那么很有可能是财富线 就是钱财纹 财运线比较短 钱财纹比较短 上方或者下方不触及婚姻线 那么财运会非常不错 就是说它这个束线呢 没有接触的没有干扰的婚姻线 那么它就是财线 根据这个婚姻线的情况呢 这个它的财富 财运会有时候改善 不会为了钱财发愁 那么有出色的沟通能力和商业头脑 比如说如果是再加上这个小指根部水星球 更加饱满的话 那么更是如此 如果是发生这个某种做生意或者做贸易 可以赚很多钱 但是如果是过于专注赚钱 垂直线它这个钱财纹 它就会变得很长 就会触及到结婚线 可能会忽视婚姻的事情 就是重视也不重感情 那么相反如果是在 这个沿着婚姻线有许多细小的垂线 就是说小指根部水星球 也就是财富线 钱财纹出现的地方 如果出现多条细的树纹 细的垂直线 表示也是这个财运不错 如果是这个结婚线和垂直线 不相交对婚姻的影响 不会有太大 如果是相交的话 可能会导致婚姻 或者经济的困难 可能会增加 就是说不要太长 不能影响到结婚线 那么它可能在 这个在婚姻方面 或者感情方面 是这个 这个陷入感情的骗毒 或者是为了财富而被迫结婚 那么所以说求婚的时候 有子序可以考虑一下 这个婚姻线和垂直线 是否相交